接下來我們猛獵人來打一下這一次的地獄集 這隊可以接兩個成就啦 全人跟三個以上屬性 反正我冷靜 OK 我冷靜 慢慢打 兩回合 他這個天降就是很機車啦 他這個時候就是最考驗的 有沒有被天降搞的時候了 我就知道 沒事沒事沒事 還好 OK 不會死 現在就開一些爆發 然後 開這個 轉燈 好 消除 有沒有 漂亮 再開這個 這邊就減傷啦 那直接來打 叫做全體攻擊啊 行 減傷100% 4滴 打4滴 減傷100%也太扯了吧 現在這裡也是把技能擠掉了 欸不對 不能擠技能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就洗技能 好 沒關係 好 沒關係 這隊是有機會可以直接打過去啦 我想開一個爆發就 過去了 我們沒有必要在這邊跟他洗衣 出個石頭 出個剪刀好了 你 不加效果 消除 然後8看以上 你就可以開這個 然後變身 欸 其實火屋也可以開了 全開應該是沒問題 好 沒問題 火屋也開 這樣傷害增輯比較夠 變身可以解 好 這樣好了 鮮水可以換誰喔 鮮水其實也有很多可以換 不一定要鮮水喔 換水 我想要 欸 水我想要不太好 他在減傷的角色卡有誰啊 人類減傷有誰 大家有 建議可以給這位迷途羔羊嗎 大概再打個一兩次就好了 好 差不多了 陸迅 喔 陸迅可以耶 好 大家可以換陸迅 現在是要空轉 這可以消個絕對時間的光珠 好 平常現在可以那個了 其實也有這招耶 就是把他打到快洗掉之後 然後再被他打 好 這樣就可以再把他給帶走 這樣比較簡單一點 他就不會復活了 好 現在就是把他全開 就可以過了 應該是這樣沒錯 好 啊 鮮水才用到一次而已 爆牆 要消四combo 這是最唯一的要求 好 有了 可以過了 好 蠻簡單的啊 這是蠻簡單的 什麼問題他為什麼有褲頭 好 我們來檢查 好 火屋關起來 絕對時間 噢 直接打耶 太省了吧 直接打耶 直接打到40%一下耶 好 獵人其實蠻簡單的 感覺可以再用一個SOP出來 木屋不是無視減傷嗎 木屋不是無視減傷嗎 對齁 行 這劇本走得有點亂但是 是